大家好,我是封靖,我现在在陕西榆林 这个地方是榆林的鼓楼 鼓楼其实在很多城市都有的 然后榆林的这个鼓楼是在明洪武13年的时候建的 也就是1380年,它在清代的时候修过两次 据说这个楼上原本是有一面锯鼓的 因为它是傍晚的时候既鼓暴食的 所以说就称为鼓楼 榆林低处于陕西的最北边 跟内蒙古的交界处 它这个地方是近几年才重新修复的 顺着这条街往前走 就能看到那个六楼齐街的一些明清建筑的古迹 它六楼指的就是坐落在城内大街上的六座古楼阁 在榆林除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 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迹之称的镇北台 也被称为长城第一台 而且镇北台它跟现在我们在的这个七阶六楼 它是位于同一轴线上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历史格局 因此它在历史的文化名称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圈是吧 三双十块 三双十块 哦 你哪里的呀 哎 你哪里的呀 所哪 哦 哈哈 三双十块 嗯 半街老乡吗 单双卖吗 哦 能了 我以我 你看我买的多了没法拿 哦 要多少 我就拿一双就可以了 你在这干啥的 来玩的 来玩的 嗯 要多大的 嗯 四零的吧 四零大了你穿的吧 风头可胜 你就拿个38你试着你穿的 三八估计不行了 你便来瞧瞧眼 不是你穿吗 是我穿 你便便我相信我 你相信我 保暖鞋 有点小 小 小 小我给你拿大的 大一个好小不 可以 38的这是 我给你拿39的 可以 38 我感觉应该我 我这个鞋上写的是40的 这个三角的 你堆下干这个的 哎 你堆就你一个吗 他还有两个 能我能试一下40的吗 别想 因为我这个鞋上标的是40的 哎呦喂 你这个脚大了吧 刚刚临时买了双鞋垫 本来这边是不冷 但是留着备用吧 这边真的冷的时候太冷 本来我鞋上打的是40的 没想到老板给我拿双41的 还能放得下 但是我的脚气是真的没那么大呀 刚刚那个鞋垫是10块钱三双 然后老板是半个老乡啊 三块钱一双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材料 反正买着备用吧 这是南门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让我关注我带你走遍历史古迹 咱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